1099的标题是和平主义者 非是帮玉田造型头发的狸猫 来个故事 北口里放我烧南边的住家 大雄冲去救人 北口里这里提到他效仿东国的政策 创造了一个没垃圾的城镇 天龙也表示称赞 他说的就是戈亚王国 也是鲁夫的故乡 这里被称为东海最美国家 但实际上是贵族用墙隔出来的假象 墙外是被垃圾覆盖的贫民窟 到处充滞着罪犯与穷人 跟熟度贝一样 戈亚王族也放我烧过墙外的人 跑来抗议的民众被射杀 不爽大雄滋生击倒被口里王权 此事件也被称为首都贝的一人革命 这件事情因此被五老权盯上 国民希望大雄成为国王 但实际上他并不想当 表面上是国王 但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前前代国王 Bluetog Bluetog的时代虽然贫穷 但至少大家过得安心 再来就是玻璃的果实 现场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吃下果实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看来是果实混进一般的果物中 然后不小心吃下去 但神奇的是 这也太刚好了 因为他跟大雄约定好10岁出去旅行 他一定很想快点10岁 结果他就吃到一颗可以控制黏黏的果实 这倒想要做的 曾经讲过果实 拥有自我意识这点 不过那是讲动物戏的事 这里回收一个伏笔 Bluetog的老妈Cony 也就是王太后的长相 跟玻璃老人画的样子长得很像 所以以前玻璃才可以卫装进入圣地 香的程度就连大雄都搞出 因为都是什么你的取名方式加上长相 以前会怀疑两人的关系 结果大太两人根本没关系 纯粹只是作者的误导 他不想让独子猜到 还有你没有发现王太后的帽子 跟后来玻璃戴的一样 可能是王太后在他出海时送他的 没想到Becco里又回来了 这次他利用媒体把大雄塑造成坏人 同时带着海军军舰来到 能办到这种程度也是靠他拍政府的马屁 那以上就是暴君大雄由来了 当然大雄也决定出手 可是对海军动手也就表示他无法回来 他把波尼交给Bulldog 一人自身解决掉被扣离海军 大雄很快就被悬赏 这里没看到金额 但就是我们知道的2亿9600万吧 到这边就是大雄从暴君称为海贼的过程 原本以为会有更多的描写 原来就这么短 你看大雄到处求医 最后他从龙那边知道贝加庞克 到这边就接到波尼说他小时候来过 龙又有提到亿万克夫跟尹兰兹马被抓了 这里也没调清过 那为什么被抓以前有提到的是莫许有的罪名 其实前景话就有说完全盯上革命军了 所以有几人被抓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只是抓他们两人的是谁 要对付他们两人应该不容易 还有龙的口气听起来好像觉得两人可以随时逃出来死了 所以其实是有原因进去的吗 那他们是故意被抓的咯 这样就撇除是谁抓他们的了 当然贝加庞克可以自好剥离 可是大雄没钱 作为教案他让贝加庞克研究复制人 以前乔妈在看到贝加庞克的器官研究时 就有提到贝加庞克的艺术也很厉害 当时乔爸还很崇拜 到这里也算是回收贝加庞克艺术的福利 复制人这点大雄完全相对贝加庞克作为正义用途 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后来被政府拿来当作杀人兵器 这一屋老星也直接出来这么说了 他那时候如果哪时候我的复制人可以救到某人的人生 那我活着救了意义 这就要听起来有够难过的 所以原本和平主义者这个名称是真的要为世界带来和平 而且这个名称还是大雄自己说出来的 不过其实大雄这里也说了 就算贝加庞克是恶魔 只要能救玻璃 他也会交参条件 那到这边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没讲 就是大雄为什么自己要接受改造 失去自我 在这里他只有提供协议打造复制人而已 这跟以前玻璃被抓有关吗 因为后来CPM不是有说玻璃已经没用处了 结果到头来又是为女儿吗 还有改造大雄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政府的用途跟复制人一样 那从过去的距离来看完全看不出来 目前只能知道决定这么做的人就是无脑型沙丹 除了起来贝加庞克是不是早被利用了 沙丹早在首轮杯就盯上了大雄 所以政府最重要的科学啊 所在处的警备竟然不足这点 就算是刚换地方也不应该发生 会不会其实是想让大雄可以轻易来到这里 最后贝加庞克有提到说 那些复制人会是未来的战士 贝加庞克有讲过 他的发明都是还原过去的技术 而不是未来的科技 也就是说800年前的战争中有复制人咯 优优独立好了 接着